土豪哥跪為WHOTEL的VIP 竟然因為貪玩而造成子王的憾事發生 就兩處了十年的有期徒刑 土豪哥上訴三生 最終只判處兩年十個月 大家好 我是小寶 土豪哥未毒害死小魔 最終竟然只判兩年十個月 這個案件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今天來跟大家講講這起 為了調查這個案件 我看完了這個案件全部的判決書 來跟大家分享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可以按下喜歡 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慈劍來到2005年12月2號的時候 那時候土豪哥他就入住了WHOTEL酒店 當時他邀了兩個朋友 到旁邊的一個王牌1019店先喝酒 那喝完酒回到WHOTEL飯店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意猶未盡 聯絡了公關 去找來了三名公關小姐 一同到WHOTEL想要續攤 在續攤的過程中 土豪哥和他的朋友 就忽然拿出了十幾種 有軟糖 有餅乾 有蛋糕 還有各式各樣 不可言喻的東西 供在場的所有人來使用 他們玩著玩著又覺得不夠盡興 土豪哥的朋友 就打電話找了要頭 送來當時最有名的 金色小惡魔咖啡包 想要加入遊戲中一同住信 那時候他們在玩遊戲 就想要玩骰中遊戲 並且與這些小姐約定說 如果玩骰中遊戲輸的人 就要喝下餐有金色小惡魔咖啡包的飲品 以此作為懲罰 他們就這樣子玩著玩著 玩了快兩天 時間來到12月4號 公關小姐也累了 土豪哥也累了 大家就散會了 後來土豪哥就到了旁邊的燒肉店 去吃了一頓晚餐 吃完之後又跟這兩個朋友 回到WHOTEL酒店 想要繼續狂歡 那時候他就打電話給酒店的公關 就叫來了四個酒店小姐 就延續了前面的規則 就是繼續玩骰中遊戲 輸的人就繼續喝 參有金色小惡魔咖啡包的飲品 繼續的玩樂 時間就來到12月6號 到12月6號凌晨3點59分的時候 土豪哥他就因為自己有事情 所以就離開了WHOTEL酒店 之後就沒有再回來 但是整個峰迴路轉的過程 就是從土豪哥離開開始 土豪哥離開之後 他的兩名朋友還在 他就繼續跟這四個酒店小姐 繼續玩樂 可是在玩樂的過程中 有一個郭姓女子 他就開始出現了精神恍惚 頭暈撞牆 雨無倫似等等的症狀 但那時候土豪哥的朋友 完全沒有意識到事情不對勁 覺得藥效發作 所以就對他完全的自知不理 那到了12月7號他發現到說 這名郭姓女子的狀況 越來越嚴重 胡言亂語 脫衣 大小便失禁 一看就非常非常的不正常 這兩個天兵朋友 竟然還找來了密衣 到這個WHOTEL酒店 幫這個郭姓女子先打牌毒針 打著打著發現沒有用 他們才意識到似乎非常的嚴重 才終於叫了計程車 然後把這個郭姓女子 送往醫院去急救 搶救不急 最終回天法術就過世了 土豪哥的朋友 把郭姓小姐送往醫院之後 回到WHOTEL酒店 把當時酒店房間裡面的 很多不可言喻的藥物 趕快清理乾淨 同時又把這名郭姓女子的包包 和私人手機 帶到旁邊的溪裡面 把它丟棄 企圖以這個方式來淹裂證據 這兩名朋友也跟警察和醫院表示說 是這名女子自行在家中 適用了過量的FM2 才導致這樣子的結果 跟他們無關 當然這樣子的謊言 很快就被戳破 地檢署很快也就展開了一系列的調查 並且在之後也傳訊土豪哥來盜案說明 土豪哥盜案之後 他就一臉很冤了 他12月6號凌晨3點59分 他就離開HOTEL酒店了 他就沒有再回來了 他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也是經過警察通知之後 才知道說後來房間裡面 發生了如此大條的事情 土豪哥對這件事情 其實在偵查中 他是一直都否認的 可是檢察官也因為這件事情的聳動性 也很快就將土豪哥和土豪哥的朋友 全部都予以起訴 那這個案件當時造成輿論化然 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是來自於土豪哥的身份 他們的家庭在1995年的時候 入主了台灣當時的制服產業 那當時他們入主制服產業之後 做得非常成功 甚至還有 他們主要承包的項目就是 關於政府或者是機構 相關諸如警察制服 消防制服 或者是很多公家機關 需要用到制服的單位 幾乎全部都由他們家庭來承包 當中雖然也有一些弊案的產生 但是完完全全不影響 豬家對於政府制服產業的壟斷性 甚至在2000年之後 他們還在北投治強街那邊 連續買下四棟的獨棟別墅 雙皇城羅馬古建築的樣式 甚至還在牆壁上面做了很多香精的裝飾 在地人也都知道說 那邊都是住著住家的有錢人 如此強大背景的人 突然染上引起社會化然的事件 自然就受到媒體相當大的矚目 罐見到了一省之後 其實法院他做了證據的揭示 那時候就有發現一些 非常驚為天人的結果 在郭姓女子的死亡報告裡面 物品檢驗就有發現 有 這三個成分如果換成白化紋的話 MDN和MDNA就叫做搖頭丸的意思 PNA叫做 超級搖頭丸 當時在死因的報告裡面 就有很明確的講到說 PNA在體內的含量過高 是它的主要的致死原因 但是之後引起非常大震驚的是 土豪哥和土豪哥的朋友 在被抓之後都有驗尿 可是驗尿裡面 完全沒有這三種成分 完全沒有任何跟有適用搖頭丸 相關聯的任何機震 那到底這個搖頭丸哪裡來的 就變成本案一個 之後非常大的一個爭點了 土豪哥在刀案甚至乃至起訴 他也都一再的跟法院喊冤 12月6號凌晨3點59分的時候 他就離開 之後也確實就沒有回到飯店了 所以這件事情到底跟他有什麼關係 法院的駁斥理由在於說 雖然郭姓女子死亡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PNA的含量達到致死量而死亡 但是平心而論 不管他今天是PNA過量 還是適用了一堆莫名其妙的 而死亡 其實都不影響土豪哥 因為提供 造成郭姓女子死亡的這樣子的結果 所以依然認為郭姓女子的死亡 跟土豪哥所提供的 是具有關聯性 至於土豪哥一直講說 他12月6號就離開的這件事情 其實法院也加註說明 他說如果土豪哥不要貪玩 在當時離開的時候 就把這個派對結束掉 那這個女生之後也不會過世 言下之意就是 還是把土豪哥跟當時留下來的朋友 認為具有共犯關係 就認為說土豪哥構成犯罪 而本案檢察官起訴土豪哥 是轉讓偽要置人於死罪 他是一個七年以上的重罪 其實法院在最後良刑的時候也要講 土豪哥家庭富裕 貴為WHOTEL的VIP 既然因為貪玩而造成子王的憾事發生 而且在發生之後 謝此狡辯 也沒有跟這個被害人的家屬和解 因此就量處了 檢察官和土豪哥都有上訴 檢察官的上訴理由 跟最終的良刑比較沒有關係 這有兩個要頭 他來到了WHOTEL酒店 然後有繼續幫他們去補充 這兩個要頭之後有抓到 但是這兩個要頭之後 被認為販賣毒品的對象 都是土豪哥的朋友 不是土豪哥 但是檢察官是非常的堅持說 本案販賣毒品的對象 應當就是土豪哥 所以就以這個理由上訴 企圖再加強本案土豪哥 與郭姓女子死亡的因果關係 土豪哥上訴他就依然講說 他當時就已經離開了 對於後面發生的事情 他不知道 律師也就繼續在主張說 郭姓女子的死亡原因 已經寫得很清楚 就是PNA在他體內的含量過量 達到致死量而死亡 而這位律師針對這個點 其實也做了一個本案 非常重要的訴訟策略 就是針對這一名 郭姓女子的死因再為鑑定 這樣子的鑑定 也為法院所採 所以在二省就做了一個全新的鑑定 而鑑定結果也就更進一步的 講到更深層的東西 就是再次強調本案郭姓女子死亡的原因 就是因為PNA毒品含量過量 而且還加註說明說 本案郭姓女子體內的其他含量 是遠遠低於PNA 各個其他含量 還是遭到二省法院的駁斥 二省法院還是回到本案的本質 認為說要不是這一名郭姓小魔 短時間施用的如此多的 他也不會死 其實土豪哥從一省到二省他的答辯 他都一直在做 就是如果土豪哥的答辯成立 那本案會因為欠缺英國關係而改論以別罪 可是法院一二省他都是用一個理論 叫做累積的因果關係 白話文就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草 縱然駱駝是死於最後一根草 不代表前面的草堆不用負責 所以土豪哥就因為這樣子的原因 法院還是認為說 土豪哥提供行為 與本案郭姓女子的事有因果關係 而維持了一省十年有期徒刑的判決 本案的今天轉折 就在土豪哥上訴三省的這個時候 其實土豪哥上訴最有效的理由 其實呼之欲出 如果前面我講犯罪事實 將法律見解有仔細聽的觀眾 可以按暫停來猜一下 本案最終的上訴理由 土豪哥是用什麼把這個案件打回更一省 本案所有的證據資料堆疊 都沒有辦法呈現出 在Whotel酒店 土豪哥和他的朋友 真的有提供這個P&A超級搖頭丸 所以最高法院就在講說 國姓女子最終是因為P&A過量 才死的這件事情 第二層沒有去做交代 最高法院也更進一步 在往下講說到底有沒有可能 這個超級搖頭丸 是小魔自己帶到酒店自行施用 亦或是這一名小魔 其實自始至終都有在施用搖頭丸的習慣 這兩件事情 法院應該要查清楚 所以就因調查證據 未雨調查的理由 把這個案件又發回了 跟一審法院去做重新的審理 最高法院發回的理由 顯然是一個有力發揮 在跟一審的時候 土豪哥也終於跟本案的被害人家屬 達成和解 那和解條件我查了非常多的資料 其實並沒有呈現出來 但是因為和解本身 就是對被告有利的事項 再加上跟一審的過程中 檢察官法院 對於這個P&A過量的這件事情 並沒有辦法提出一個很具體的理由 去說明到底跟土豪哥或土豪哥的朋友 有什麼樣的因果關係 所以本案最終在更一審 就認定這名郭姓女子的死亡 跟土豪哥和他的朋友 並不具備因果關係 而將罪名改變 而本案論處的罪行 那如果更一審他認定說 郭姓女子死亡的原因 並不可以歸咎於土豪哥的話 最終也只能論出 轉讓禁藥罪 也在罪名有如此大差異的情況之下 最終土豪哥他是判處 對於這樣子的結果 檢察官不能接受 土豪哥還是覺得太重 但是最高法院同時駁回了兩方的上訴 最終這個案件 就在兩年十個月的情況之下定驗了 到本案的最後 土豪哥其實從106年3月3號的時候就被羈押 他一直被羈押到108年4月 他才成功的交保出來 前前後後被羈押了兩年一個月 因為在最後這個案件是判處了兩年四個月 所以土豪哥他在108年10月的時候入監 再服刑了八個月 隔年的109年6月他就出監 這件案件其實也就落幕了 表面上來看 原本判10年後來判兩年10個月 乍看之下好像典型的非常的多 但是其實土豪哥在這個案件裡面 他沒有得到任何假釋的利益 而且這個案件在最終有和解的情況之下 和解是對被告有利的事項 法院是有相當的可能性會給被告減刑 而這兩個利益實質上 土豪哥並沒有在刑期上面去享受到 所以土豪哥其實還是因為本案 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這個案件因為當時造成社會 非常巨大的轟動 其實也間接造成了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的修法 修法也認為說 如果說在犯毒品相關案件 有混合毒品的情況 因為混合毒品對人體的危害性 是會更大的 所以因為這樣 就多了一個加重其刑的要件 也算是促成了之後 法律對於毒品危害防治的一個補強 毒品抗匯 毒品抗 蠟於毒品抗匯 毒品抗